。。。。。 Hello 大家好 各位 本輸 請問我是沒有坐飛機 自己一個人出去玩過 是不是 我昨天晚上工作完 12點就躺在床上 趟趟 趟 趟 就這樣躺6個小時 完全沒有睡 看一下我完全沒睡 狀態是怎麼好 OK 今天的影片呢 終於 要自己一個人去旅遊了 而且我特別提到大家都已經開學了 寒假結束的時候 最沒有人 最沒有觀光客 大家基本上不會選這個時間點出門的timing 希望我是有精打計算到吧 如果我等一下到現場很多人 我直接先哭欸 來我今天OOTD給大家看一下 不好意思 人類請離開 我要自己出去玩了 兩天一夜拍好拍滿真的 好亢奮喔 怎麼會這樣子 至於要去哪裡 等一下到現場大家都知道了 Chopin 我們後天見囉 OK 廢話不多說直接出門 好亢奮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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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們 歷經了一個小時 我來到的所在地 叫澎湖 欸 我這一輩子從來沒有來過澎湖 而且我不知道來澎湖竟然那麼快欸 然後一到澎湖我就馬上租了一台車 這台車真的 鮮血血 看起來很像蹦蹦車 剛好就問路人說 欸我來澎湖第一站你推薦吃什麼 他說 可以吃馬路易燒肉飯 整個清單我都有 直接出發 澎湖的朋友 來你們 可以跟你拍照 可以啊 來 謝謝 恩 是好吃的耶 來 玩吃 不要常出門 掰掰謝謝 澎湖等也太熱情了吧 要去的等欸 我現在呢就是走在澎湖的街上 真的超臭 這有點像我以前去沖繩的那種感覺 OK吃飽我現在第二站 我要去一個觀光景點 來 等一下見 Yeah 我現在換了一台車 因為剛剛上一台車沒有放音樂的東西 也沒有手機架 我就打斷要跟他說 欸我這台車沒有放音樂的 也沒有手機架欸 這樣子好像不太方便 他就把我換了一台 比較好一點的Toyota 好 要給我確定欸 哈囉大家 我到了知名景點 跨海大橋 然後剛剛一到呢 上個廁所 就馬上聽到小弟弟說 那個真的還是女生 然後爸爸就說 那是男生啦 小聲一點 然後旁邊的 好像是媽媽吧還是姐姐 就說 欸他是在拍片嗎 是Vlog嗎 我必須得說 有非常多的台灣民眾 都以為他們講話沒有人聽到 但不好意思 我全部都聽得到 嗨 嗨 什麼東西 可以跟你拍照一下嗎 可以啊 你跟我拍完 然後換你幫我拍 換你幫我拍 我有手機啦 OKOK 不好意思啊吵到你了 我還有習慣 你真的相機不錯欸 對啊 遇到台中人 超級無敵的 沒有啊這是網路而已啊 我的 而且不一定撿進去 終於是到了 Oh my god 這一間是我在網路上訂的 Oh my god 可以當中國家嗎 拜託 一走進門 右手邊是一張 大床 很讚的是 門口這邊有一個鏡子 如果你是情侶 你晚上在這邊想要 做一些肉體的關於 你就可以在這邊 進行 然後看著鏡子中的自己 這邊是 浴室 它浴室很可惜 不是干涉分離 OK 這邊有一個 小浴缸 可以在這邊泡澡 外面還有一個 唐衣 躺在這邊 Chill一下風景 欸怎麼有一點 中東味喔 這就是我今天入住的 旅社 澎湖很美欸 安娜舅舅 你好 欸 我現在來到了一間餐廳 因為這邊的音樂很大聲 人又很多 我不得已拿這個麥克風 收音 歡迎澎湖民眾來台灣奇異道裡面 你會被嚇到 給你打進去 你看這幾乎 那天 會不會 你不知 別人 我请个打扮 差不多了 这次来澎湖呢 带了一堆帽子 就是要 OK消失了 就是要来这边搭配的 因为通常出去玩第二天都很懒得整理头发 准备要跟这个饭店说拜拜了 我现在要下去吃早餐了 快点 谢谢 烧白 这怎么做的啊很好吃欸 结束 什么很大喔欸 什么哪百块 一百块 李长给我广播卖鱼喔 我听不懂欸 那是李长在广播什么 不是不是都是在卖鱼的 所以它刚广播是全区吗 就是这个李长 所以它有权限可以看广播 哦 一只五十五十块 啊哈哈哈哈 好好笑 我今天的行程呢 我等一下会去一个沙滩 来澎湖怎么可能不去沙滩 去完沙滩呢 我就看我当下的星星想去哪再去哪 但去沙滩之前 我发现澎湖竟然有星巴克欸 我要先去喝星巴克 而且它还是澎湖唯一一间 是应该也剩菜店吧 这一盒 咤咤 我爱杯 抹茶那碟特大杯 扫冰 欢信仁奶 糖压三项 我买到了 我每次星巴克都喝这个 啊不是说扫冰 要确定欸 OK可能澎湖有自己的比例 哦 没错 这就是我在台湾喝到的抹茶那碟 哦 又是个完美的一天 哼哼哼 那我为什么会做副驾呢 是因为我要开始说话了 这些事情我真的必须得跟大家讲 因为太多这样子的私讯 从去年开始我就陆续收到 我这一次旅游我就来回复 他们的案例是 比如说妈妈的小孩很喜欢我 同学的朋友很喜欢我 这些私讯我等人发现 他们看了我的影片之后很喜欢我 甚至是会在他们的现实生活中 模仿我在影片里面的一些 body language 跟一些逻辑 但他们都使用错误 印象深刻的 有妈妈说她的小孩 在学校被老师反映 她对老师很不礼貌 会呛老师 会行使她认为 这是做自己的言论 但其实实质上是 伤害到别人的行为 or 有同学她的朋友 之前她们是很要好的 后面她发现看到我的影片 她开始讲话会 不修饰的 很直接的裸露送给大家 她的朋友求证她 她就会说 啊 中文学也是这样子啊 真实的话 长得就是这么丑 你要继续回到虚空的世界 那是你的问题啊 不是我的问题啊 我看到这个留言 我真的压力很大 我想说 我有这样教坏小朋友吗 要给我确定欸 我真的有吓到欸 我之前确实有讲过 别人对你的评价 只是 他 对你的评价 比如说有人觉得 你很目中无人 你很讨厌 那只是他对你的评价 重点是 我有没有这样认为 我是这样子的人 如果没有的话 那你就是继续过你的生活 他人对你的评价 终究只是他人的视角 对你的评价 你不需要吃进去 如果你觉得你不是这样子的人 你就课题分离 把礼物送还给他 但 如果今天有一种声音 已经是多数人的声音 对你的评价开始负面 确实 你不一定要吃进去 因为有100个人说你错 那100个人也不一定是对的 但 你可以把嘴巴打开来 吃进去 咀嚼 感受一下 最终要不要吞下肚 取决于你自己 回来言归正传 请你帮我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 你在过你的生活的时候 有没有对他人造成 实质的困扰 注意哦 我说的是实质 譬如说我现在住在社区里面 我每到半夜的时候 我就把音乐放到最大声 然后在那边dance 在我的视角 我是做自己啊 我只是想要过我的人生 过我想过的生活 我想跟自己共舞 不行吗 在他的视角是这样子 但 他对他人已经造成 实质的困扰 这个时候他就要做改变 他如果没有做出改变 那他就会被讨厌 我拿到自己做举例 我有非常喜欢我的人 跟非常讨厌我的人 这两派的人看到的我 都是同一个我 打开萤幕搜寻中名圈 看到萤幕中里面的我 都是一样的我 但 为什么看完之后 得出的结论不一样 有的喜欢 有的讨厌 这就是喜好问题 每个人有自己的喜好 注意我刚刚讲的哦 实质困扰 这些讨厌我的人 like他不喜欢我影片里面讲话的内容 不喜欢我影片里面的说话方式 不喜欢我影片里面的body language 总之他就是不喜欢 他只是不喜欢 内心自己过不去 但我的行为 不会对这些人造成实质的困扰 在看完我的影片不喜欢之后 他明天要去买卖威登当早餐 晚上要去约炮 明天要去公益彩券 瓜瓜乐 他要去他就是会去 我不会对他生活造成任何的实质上的困扰 在这个模式下 我就可以使用我刚刚讲的 课题分离 你不喜欢我那是你的事情 我分离送给你 但如果今天你 我知道你有在看我的影片 就如果你妈妈或是你身边的同学 或是有多数人的声音 已经在告诉你 请调整 请微调 他们会说出这些话的时候 代表他们是在意你的 是爱你的 and 你要庆幸 你喜欢的是一个高质感的存在 但你在你现实生活中 或许用错的方法 给我去调整 OK 明轩输完话了 给大家看一下我见前方 OMG 它叫做梦幻沙滩 OMG OK 诶 毛毛帽带啊 算了 哇 回归大自然 这个沙滩呢 它没有被观光化 而没有观光化 也就代表没有什么人 所以 I'm coming OMG 好拼 好拼哦 好拼哦 你自己的天堂 不然我希望想到你的地方 你不愿意可以到我身上 你自己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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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來到了馬宮市的中央老街 這一條老街是我剛剛上網查 然後他說是澎湖歷史最久的一條街 有四百多年的歷史 剛剛換上了新的唇彩跟隱形眼鏡 沒有什麼原因就單純想換 欸想換好像也是一個原因喔 OK那就是突然想換新造型就換了 沒意外的話這應該是我在澎湖的最後一個點 因為我等下五點多就要去搭飛機了 走 這就是中央老街喔 很中國風的一個感覺 要確定嗎 OK 這邊 這間也太多妹子了吧 欸這間很有名是不是 我看到你們排隊我想排 哈哈哈 我剛剛遇到一群很漂亮的妹子 你們是澎湖人喔 沒有啊 天堂 你好你好你好 請問要排隊在那裡排 可以嗎 謝謝 謝謝 掰掰 好啊好啊 謝謝 好吃嗎 好吃欸 恩 你們google星星都數應該很多吧 五顆星 五顆星 Oh my が 千萬不要驕傲 quotes給港說出價aceut機了 好 στη車 掰掰 快快點 幫忙啊 夾步 哈哈哈 我現在要去趕飛機了 實際有點趕 因為我現在要先去還車 還完之後才可以去機場 我只剩一個小時的時間 我就趕快來跟大家做結尾 這一次來澎湖萬物本人 還蠻喜歡的 民眾熱情 東西也不會算到太貴 重點是他們的風景真的都很漂亮 啊! 頭部啊! 摩托開那麼快幹嘛啊! 缺點就是來 路上有非常多的阿公阿嬤都沒有戴安全帽 譬如說兩條他們其實右邊這一條 龍頭會給我直接要左要右要右 啊!我在後面我剛剛就差點裝那個阿伯 讓我給我確定欸 OK!這次澎湖獨立影片就要到這裡 我要去趕飛機了 時間快來不及了 OK!沒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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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杯! 掰掰